越来越多城市的加勒福出现了问题 这个大卖场是不是终将离我们而去呢 各位欢迎来到照理说事 此前的节目我们跟大家说 沈阳加勒福多家门店出现了问题 很多老百姓到沈阳加勒福去购物的时候 发现自己手中的储物卡不好用了 有大量的商品是不允许你购买的 而且有大量的货架是空空如也的 这几天以来不光沈阳 全国多个有加勒福城市的门店 他们的加勒福都出现了问题 问题几乎都是相似的 就是老百姓拿着储物卡买不到东西 以往咱们知道加勒福沃尔玛这种大超市 发了非常多的购物卡 很多人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 单位可能就发一张三百五百一千的 因为大家觉得过往二十年来 到超市购物是我们每个家庭必须的行为 所以加勒福的购物卡几乎就等同于现金 甚至黄牛在收卡的时候 加勒福的卡给的折扣是最高的 他们能给你九七折到九八折收 你拿个螃蟹券 拿个月饼券去看看 能五折收你就不错了 是的 加勒福的购物卡妥妥的硬桶货 大家也非常信任加勒福的购物卡 然而现在不行了 你拿着卡去人家会告诉你 对不起啊 我们整个超市中啊 只有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商品 可以用购物卡结 其他那些商品呢啊 对不起 那是特殊商品 你只能拿现钱 那么能够用卡结的那些商品 大家到网上一查 怎么价格卖的这么贵啊 人家网上卖二十块钱 你货架上卖四十块钱 你才允许我拿购物卡结 这不是载缘大头吗 还有的城市呢做的比较隐晦 他说这样吧 我们这个超市中所有商品都可以用卡结 但是呢 由于我们这个系统升级了 所以你购物只有15%可以用这个卡 什么意思 你买了100块钱的东西 只能消费卡中15块钱的余额 剩下呢85 你得拿现钱 聪明的消费者都知道 恐怕你呢100块钱的东西 你早就提价了啊 在外面来恐怕都用不上85块钱 还有一个景象 什么呢 就是大量的货架是空的 以往你这个超市中的货架 多么重要的位置啊 有的时候你这个供应商想多占几个货架 你还得额外给超市交钱 当然了 对于一个超市而言 每一个货架都必须发挥出的最大的价值 你才赚得上钱 然而现在货架都空了 货架为什么空 原因很简单 你加勒服不给供应商钱呀 咱们知道加勒服中的很多货架 是供应商先把物品摆上去的 然后消费者买走之后 要隔两三个月 超市跟你一对账 把钱打给你 过往20年 很多供应商说 我们跟加勒服合作的非常愉快啊 人家准时准点的打钱 毕竟是外资大公司 各项管理都非常规范 然而 这几个月以来很多加勒服的供应商发现 货我继续供着 钱没有了 不给我 怎么要都不给 那么我电资就越来越多 很多给加勒服供货品的供应商都是小门小户的 没有那么多钱 你压人几个月资金 他自己都要破产了 所以宁愿我生意不做了 我也不给加勒服供货了啊 再供下去 我就破产了 因此 我们看到很多加勒服门店货架空空如也 还有更夸张的 前两天啊 沈阳的一家加勒服 好像露出那么点风声说啊 允许给你储值卡退款了 按道理讲 这是应当赢分的 你那个储值卡 你收了人的钱 让人没法消费 我要退款 必须退给我 但是大家都知道 多长时间了 加勒服都不能退款了 所以一有人发出这个消息 短时间内几百人冲到这家加勒服的门店 那个电梯都快给击垮了 说实话 我看这视频 我真是担心啊 别发生什么踩踏事故啊 大家想想 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 还会有正常的消费者 到加勒服中购物吗 他得有多想不开的人 看着明显比外面高的多的价格 还要到加勒服中去购物啊 现在还要进到加勒服门店中的人 我敢断定 都是拿坎 钱花不出去的 这样操作下去 说实话 加勒服还活得了吗 一方面 以后不会有人再到加勒服买坎了 另一方面 以后不会有人再给加勒服购货了 最惨的是 我担心 以后不会再有人到加勒服购物了 加勒服已经生生的把自己的牌子玩完了 当然 他们可能也不在乎这些事了 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大家知道吗 其实今天的加勒服和法国本土的加勒服 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因为几年之前 法国加勒服就把80%的股份 以几十亿的价格卖给了苏宁集团 剩下20%股份 双方也约定过一阵子再转移 刚刚拿到加勒服经营权的苏宁 感觉是非常棒的 为什么 加勒服妥妥的是现金的奶牛啊 各路供货商 免费的把商品给你填到货架上 老百姓每一天过来消费 那个钱都是打入你账户中的 你可以过几个月之后呢 再支付给供应商 但是你每一天都有大把的钱进账 所以苏宁认为他搞了一个好买卖 然而过去两年苏宁集团遭遇到的重大问题 相信大家都清楚了 电器卖场经营不善 房地产搞得又不咋地 以至于现在网传苏宁恐怕欠了两三百个亿 母公司自顾不暇 那么自然对于加勒服这样一个子公司 也就无法管理了 甚至某种意义上讲 可能加勒服大量的资金 已经被苏宁挪用侵占了 那么自然加勒服无法向供应商支付货款 也无法给处置的老百姓退款 当然母公司的侵占可能只是原因之一 这些年来我们也深刻的感受到了 实体经济遭遇的重大困难 像加勒服这种大卖场 已经早就没有往昔的辉煌了 说实话 恐怕大卖场如果不进行变革的话 都生存不下去 今天有很多便利小店活得不错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讲究快节奏 很多年轻人要出外就餐 有的时候你到便利店中买点热乎食品都可以 这比传统大卖场要好 而另一方面呢 很多大型的仓储超市 像什么Costco啊 麦德龙之类的 人家活得还不错 因为他们货品虽然相对稀少 但是品质高 由于包装大 所以价格也低 是的 传统大卖场既没有仓储式 大窗式的优势 也没有小便利店的优势 所以渐渐的被整个时代所淘汰 但是我觉得加勒福这个事 要给我们所有消费者提的醒 就是看样子 预付费这个事 以后能少做还是少做吧 你看看 连全球知名的大超市 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